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但最近在台中有一名七岁小男童跟家人到印度游玩 结果在当地水土不服狂吐 吃了止吐药之后还出现了全身不自主抽动 头外眼斜的状况把家长吓坏了 回国就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止吐药诱发了追体外症候群 随着国境解封越来越多人出国旅游 但是日前在台中一名七岁男童和家人到印度旅游 结果在当地水土不服狂吐 吃了止吐药后疑似又发出现了头歪眼斜流口水等症状 家长吓得以为孩子中邪 返台后赶紧带孩子就医 结果被诊断为追体外症候群 在额科急诊其实蛮常看到 运动系统受到感染造成肌肉脏力的一些失调 不会疼痛 其实病人其实意思是清楚的 只是说他有可能像我们常讲的一个形容词 他好像被锁住锁在一个位置上面 追体外症候群通常是因为身体运动系统 受到部分药物干扰 出现肌肉张力异常 肢体僵硬等现象 像是传统精神疾病的药物 还有多巴胺结抗制剂 也就是目前常用的止吐药 都可能会有诱发的风险 部分特殊体质的民众 一旦服用这些药物后 可能就会发生眼球上吊 歪斜 歪嘴 歪头 舌头外吐等症状 而且还会持续数个小时 虽然透过药物就可以得到缓解 不过医师提醒 过去若曾出现过追体外症候群的民众 如果在外地旅游 需要服用止吐药 可以先询问药物的种类和成分 避免服用后引发不适 接下来刘俊彦凌帆台北报道